林志玲結婚生子後 已經很少在螢光幕前露面 生活的重心都擺在家庭和公益活動上 根尼就有內地網友 回到她7年之前 參加內地實景節目的片段回味 她花樣姐姐的異帶3集 穿上水藍色的比堅尼 潛入水底進行遊戲 大掃她收場尾腿 和34次的尾胸曲線 她當時已經連過40 網友都大讚她保養得宜 不僅擁有天使面孔 更加有魔鬼的身材 果然是台灣的第一名模 近年流行頂流這個節 顧名思義 是有頂級的流量 即是人氣頂級 而無線都有他們的四大頂流男星 第一位是陳浩 她當年來在無線都穩打穩摘 現在只要有她出現的大蘇 她都一定站在C位 地位超然 她還是圈中出名的好老公 好爸爸 無論是事業還是形象 都在觀眾心目中有一流的水平 馬國明同樣在無線紮巾多年 觀眾緣已經累積不少 在經歷王心願事件後 大方處理的她還獲加分 之後和湯樂文的戀情也被人看好 王好信近兩年都主力把工作重心放在內地 看來是無線下一位力捧耀不上的男星 而她和老婆陳之遙的分辨傳聞 亦成為他們的流量密碼 周家樂是無線最年輕的最佳男配角 和最受歡迎電視男角色得主 看得出她是名正言順的新人王 現年28歲的2021年港者王家衛 在當年五強之一入行後 她立即被招攬入東張西望擔任主持 現在已經是節目組東張女神之一 日前Kathy愛出採訪的時候 就被眼裡的網友留意到她 還拍下她的善影 Kathy彎腰採訪兩個小女孩 又向她們揮手 笑容親切友善 再加上一身鄰家女孩打扮和氣質 獲得不少網友大讚她溫柔又美女 看照片就覺得是親善大事的樣子 不過也有網友認為Kathy的身材 被她的愛貌標稱 不上發展多年的Janice Mann 終於吐氣揚眉 事關她主演的電影 笑死的她 自上映後 口碑和評價都相當好 目前累積票房超過19億人民幣 令她成為英晚票房女星 人氣急升的她 更加多次登上微波熱手榜 近日她以素顏 抵達長沙的黃花機場 穿著長冠的她打扮朴素 雖然全程戴著口罩 但皮膚相當白正 雙眼亦非常有神 長髮飄逸 網友也有讚沒有彈 另外有網友認為她的努力是值得的 終於在電影圈 闖出名堂 你幫我請長假 我不再回公司了 愛回家之開心速遞中 細龍山和細龍太相愛多年 這個CP 是觀眾心中其中一個最愛的組合 可惜早年陳思琦離開劇組 細龍山和細龍太分手 就再沒有重聚 原來在二號、鄭世豪、陳思琦和蘇欣慈 相約一起吃飯 陳思琦表示 一是不見 一見就雞竿不斷 轉了三次場 傾逐一日 超過十個小時 還表示感激有他們 奶奶家廢柴老公 不少網民都留言表示 懷念這個組合 說是最強組合一家團聚 2023香港小姐競選終極面試 在二號晚播出 今年用了AI幫助選出香港小姐 都算是生榮 來到其中一個環節 大會將佳麗各個身體部位評分 上當至科學化 而去到其中一組佳麗上台的時候 K有什麼評論? 我都忘記看完影 因為一走出來我只記得57 非常健康的身形 很有大家的感覺 你自己會否覺得是一個優勢 這是很厲害的 艾仁潭耀文和太太 婚後生了一對子女 大仔浩哲今年16歲 小女俊瑜12歲 子女都遺傳了爸爸的藝術天分 從小學大提琴 而且挺厲害 大仔的成績優秀 還被選中成為倫敦交流團幸運兒之一 譚耀文就驕傲發文說 很開心 你憑著努力 得到今次的領域 再被選中成為一行十人的團隊成員之一 遠赴倫敦和當地學生老師交流 Well done 相片裡見到 大仔穿著西裝絲絲文文 一派英式風範 還像祝爸爸年輕那麼英俊 眉眼都和爸爸好似 黃蜂他突然間自己轉了一陣子 就沒有做到本身排舞的步驟 好像有個重担要拯救大家 所以可能在那一回合 我不小心對阿澤做了一些 我覺得那個是已經過去的事 所以剪輯出來 或者是可能空間不夠 或者有些事未補足出來 我都要講的我已經解釋完了 其他我就不會再回應什麼 始終這件事都過了很久 我也依然覺得這件事是一件很不幸的事 我覺得最重要是現在這一刻 他應該要做些什麼去修補他們過去 他們覺得錯誤的事 我覺得現在他們的態度是最重要的 我和T-Soul都是衷心覺得 他們倆可以和好與錯 發哥近日為了宣傳新戲 驚喜現身人氣YouTube頻道小雪茄 重演堵實風采 異故演員廖啟智的細仔廖文信 身為小雪茄後製人員 見到發哥也有興奮發文更新社交網站 智叔和發哥相識超過40年 智叔2021年世世的時候 發哥正在上夢中 發嫂收到死訊一筆成聲 廖文信日前在Instagram曬出和發哥的合照 相中發哥見到固有兒子 拿機合照笑得燦爛 JANICE MAN 文詠珊 近年人氣急升 最近的新戲消失的他 更令她勝利成為億萬票房女星 不過最近有網民就曝光 JANICE MAN 嫁入豪門這麼多年 都打不入上流圈的原因 JANICE MAN 在2019年的9月 和金融財進富三代男朋友 吳啟男在香港註冊結婚 據指吳啟男是富三代兼紅三代 家族有多位成員 都是內地富商或者政治人物 她和梁錦松更是亦師亦友 幾年前他們合夥成立投資公司 網民就說 照理JANICE MAN 和梁錦松的老婆 中國跳水皇后福明夏 應該要打好關係 但就從來沒有見過他們相聚 而福明夏就一早打入上流圈 不時出席浩門闊體的聚會 但LAMMO 出身的JANICE MAN 就從來未獲邀請參加 浩門闊體聚會 可見福明夏沒有照顧JANICE MAN